今天的故事啊 还是发生在宋朝 说是盈州府安平县呢 有个叫尹清娘的妇人 这清娘十八岁那年呢 嫁给了木警告武郎为妻 夫妻俩婚后也是十分的恩爱 到了第二年 尹清娘就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告武郎为儿女分别取名为 告金童和告玉女 这武郎夫妇平日啊 为人忠厚 人缘极好 朋友们得知告家 添了一对龙凤胎 纷纷送来了红鸡蛋 表示庆贺 告武郎也摆了两天的酒席 宴请乡邻们 场面是十分的热闹 临县啊 有个大财主要建新房 知道告武郎的手艺以后 就托人过来请他 武郎建的财主给他报处不菲 等着两个孩子满月之后 便代替个同乡 到临县做工去了 大概啊 过了有一个月的时间 尹青娘算着丈夫也该回来了 但是等来的 却是丈夫的噩耗 当时众人齐力上梁的时候 绳索突然就断了 有一个年轻的后生 叫桑葵 刚好从梁下经过 那狗狼顾不得这些 一把把桑葵推倒在一边 自己则被大梁当场砸死了 新房尚未建成 便死了人 财主也感觉到晦气 但是财主出于人道主义呢 拿出了一百两银子作为补偿 然后又另请了一帮工家 继续施工 尹青娘哭的呀 是极度昏厥过去 但是为了两个孩子 也只好强大精神 把丈夫草草的下了葬 那桑葵本是一个孤儿 细宿在城隍庙当中 告五郎见他可怜 平日做工时呢 也都带着他 让他呀 做些打杂的活 最起码不至于饿死冻死 桑葵跪在告五郎的坟前 是气不成声 嘴里喃喃的说着 五哥呀 你为何救我 我多么希望这死人是我呀 我义无常处 最后连累你也丢了性命 不如让我死了吧 尹青娘在一旁 语重心长地劝他 桑葵呀 不必自责 人更有命 哪怕梁下不是你 而是别人 五郎也会出手相救的 因为他是领班 他有责任保护好你们的安危呀 倘若你如此自暴自弃 作戒自己的话 那五郎就真白死了 九泉之下 岂不是让他寒心吗 听到尹青娘如此一说 桑葵心中是愈加的感动 泪流不止地说道 嫂子 我一定努力活成个人样 不辜负你和告五哥的大恩大德 桑葵给尹青娘磕了三个头 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那以后 人们再也没见过这个桑葵 至于他是死是生 也无人知晓 尹青娘啊 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过活 当时呢 边疆战争不断 城内的物价飞涨 加上每年需要上缴巨额的赋税 尹青娘的日子 过得可谓是苦不堪言 更让青娘痛苦的是 她那儿子告金童 自幼便体弱多病 几年下来便请名医 花光了尹青娘所有的积蓄 如果再这样下去 只怕青娘一家三口啊 早晚就得冻饿而死 当地呢 有个屠夫 名叫郑冠西 有点家财 这郑冠西 眼柴尹青娘的美貌 便托人过来提亲 尹青娘不忍心 两个孩子吃苦受罪 也就有意答应这种婚事 谁知道那没人却说的 郑大官人说了 这门婚事能成的话 你可以带着女儿过门 你那病秧子儿子可不要 那可是个无底洞 尹青娘听了以后 不忍大怒 把没人给轰了出去 这两个孩子是他的心头肉啊 他一个都不能割舍 等晚上吃饭的时候 尹青娘不见儿子回来 以为他在邻居家玩呢 可当他在邻居家找了一圈以后 依然不见儿子踪影 这才感觉事情不妙 听到告金童丢了 乡亲们也赶紧帮着找 众人是举着火把 把这村里村外找了个遍 依然不见金童的身影 在那个年代 兵荒马乱 孩子被拐跑卖掉 也是常有的事 这乡亲们就劝他呀 往好处想 必定还有一个女儿需要照顾呢 尹青娘是自责不已 到了第二天清晨 带着女儿告玉女 来到了丈夫坟前上坟 尹青娘是悲痛不已的哭道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 上天对我如此残忍 不但夺走了我的丈夫 如今又夺走了我的儿子 正在这时 七岁的女儿忽然指着旁边的草地 大喊 爹爹爹爹 尹青娘突然一下愣住了 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 看见旁边草地上有一条青蛇 正目不转睛的看着二人 尹青娘疑惑的说道 哎呀那不是一条青蛇吗 哪有你爹爹呀 告玉女稚嫩的说着 她穿着一身麻布衣 胸前还有一块补丁 她让我们跟她走 你难道看不到吗 尹青娘此时惊讶的张大嘴巴 丈夫去世的时候 女儿才不到三个月 自然不会记得他们父亲的样子 但眼前女儿描述的男子 正和自己的王夫一般无二 告五郎素来解简 那块胸前的补丁 还是自己给缝上的 莫非真的是丈夫显灵了 此时那青蛇朝远处划去 告玉女也追了过去 嘴里还说道 娘爹让我们跟着她 尹青娘顾不得那么多了 也赶紧追了过去 最后青蛇消失在一片草丛之中 尹青娘扒开草丛 只见告金童正躺在那儿 浑身发着高烧 青娘轻轻的把金童抱起 是放声大哭啊 这告金童也缓缓的睁开了眼睛 低声说道 娘啊 是不是我拖累你们了 我想去陪父亲了 这样你和妹妹育女 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青娘搂着两个孩子 泪眼婆娑的说 我的好孩子呀 咱们娘仨 今生今世再也不要分开呀 青娘抱着两个孩子回家 又给告金童喝了不少的热汤 这告金童的精神啊 也才好了一些 到了夏季的时候 当地突然就遭遇了暴雨 大雨一连下了整整一个月 和平坑满 地里的庄稷也全都被淹没了 等到大水退去之后 颗粒无收 而且又闹起了瘟疫 青娘只好带着两个孩子 随着百姓一起外出逃难 后来啊 尹青娘不知道走了多久 来到了一个名叫石立珍的地方 实在是饿得难受 最后昏倒在路旁 两个孩子趴在旁边是放声的痛哭 可就在这时 有两个地痞借尹青娘美貌 就想将隐青娘拖走 行那苟且之事 金童玉女在旁边是哭喊着制止 说巧不巧的 一个军官骑着高头大马 带着几个士兵 正好从旁边经过 那军官在马上厉声呵斥 你们做什么 两个地痞被吓得不轻 此时金童跪在地上哭道 大老爷 我们娘恶冻昏逃了 这两个坏人企图飞离我娘 那军官勃然的大怒 竟有如此刁民 棍责二十 以示警戒 说吧 几个士兵过来 就把他地痞棒打了一顿 等到军官下了马 走到妇人跟前 不进去大吃了一惊 当即把这妇人和两个孩子 请回到府中 有人给尹月娘灌了些热汤 尹月娘缓缓地醒了过来 此时两个孩子趴在床边 金童就说 娘啊 是这位大老爷救了您 尹月娘正欲起身下半 那军官急忙制止 说道 嫂子 你不认识我了 月娘一见眼前的军官 面相威严 一身浩然正气 似乎在哪里见过 但是又想不起来 月娘就说道 大老爷怕是认错人了 奴家乃是一介流民 并无官宦相识啊 那军官普通跪倒台地 两眼含泪的说道 嫂子 我是三魁呀 这么多年以来 我无时无刻不得想着 如何报答嫂子和五哥 您受苦了呀 尹月娘听罢以后 惊讶不已 哎呀 真是你呀 桑葵 好兄弟 几年不见 竟认不出了 人也精神了 月娘这才得知 自从那日一别 桑葵便想着出去闯一番事业 她本想着出去 做木匠或者做生意 但怎奈自己手艺不精 做生意也没有本钱 后来 桑葵遇到了去前线参战的队伍 便毅然决然地加入了队伍 参了军 在战场上 桑葵奋勇杀敌 勇力战功 很快就被提升为了千总 他也想回到平安县 去找尹青娘报恩 在得知乡邻们早已外出 桃荒不知所踪以后 桑葵还有任务在身 不敢多留 此番 他来到十里镇 也正式招募兵勇 不曾想 正好遇到了恩人 桑葵有个结拜兄弟 家正好在十里镇 只有一个老太太在家寡居 于是呢 桑葵便把尹青娘娘撒 安置在内里 并留下了不少的银两 一年过后 前方战事告一段落 桑葵因立战功 被封为了大将军 朝廷也赐了一座将军府 这桑葵 把尹青娘他们娘撒 就接了过去 当天晚上 桑葵就做了个梦 梦见告武郎亲手 将尹青娘的手 递在她的手上 嘱咐她 要好生照顾他们娘撒 自己 要投胎往生去了 尹青娘 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 次日 桑葵和尹青娘 就到告武郎的坟前上坟 一对喜鹊 落在坟前的枝头上 桑葵和尹青娘 在坟头拜了又拜 后来 桑葵也就取了尹青娘为妻 告金童和告玉女 喊桑葵为雅妇 桑葵日夜教授金童武艺 告金童也是天天的苦练 长大以后 不但体壮如牛 而且考中了吴状元 成年后的告玉女 也是长相出众 后来 嫁给了八皇子为妻 桑葵和尹青娘 成了皇亲国戚 这告武郎 也被追封了官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